北海慈济幼儿园复课前检查了客室和学生生活区域 决定安装抽风机 让客室有更良好的通风环境 迎接孩子们的到来 我们执行长也很关心我们客室的空气的流动 所以是邀请了很多的专业的来给你指导 所以现在我们的幼儿园也装置了很多的抽风机 还有风扇就是希望我们的空气的流动可以顺畅 然后减少这个感染的机会 北海慈济志工得志幼儿园需要改善通风问题 邀约师兄姐前来安装和打扫 如果通风提准的话我们就叫这些折腹工 回来面这样子帮忙就比较省 没有的话要请人家又是一个问题 反正现在有很多人他们又在赶工 你马上叫他们来的话 他们肯定安排不到 当那一天我们知道 安清班跟幼儿园开始又会开放的时候 然后目击师兄就邀我一起过来 看一下我们想去做更安全 更适合这个疫情下 让孩子回回校园的一个环境 实际志工林俊叶在群组里邀约 几位公司员工一起前来协助 没想公共假期期间员工们踊跃参与 主动前来付出 希望孩子们可以在良好的环境下学习 今天来了好几位应该有五六位 我也是很感动 他们也是能够自己的付出 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时间也是过来 今天是休息的 是公共假期 不过他们也愿意一起来付出 这个事让我真的是很感动 疫情期间 慈继志工为了减轻幼儿园开销 牺牲自己假期休息时间 希望能抛砖引玉 带着更多善心人士 一起来祭一份礼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北海采访报导 我们会来ths 听woody